我觉得现在人生活压力都很大 包括我自己压力也挺大 你压力大吗 你压力来自哪 我觉得我又压力来自方方面面 比如说 比如说有公司未来发展应该怎么样 这是最大的一个压力 对公司的压力 还有就是说 在同类人里面 我也没有比过其他人 有没有比其他人落后了 这也是一种压力 你这个怎么讲的 我觉得有些人可能比我更有限 我想说为什么我这么好的资源 也不能做到人家的游戏 我也就是说是不是我太烂了 这是一种自我要求是吧 我觉得有可能吧 其实后生性也是一个人成功的 有特别大的功 但是后生性太强也不太好 你后生性强吗 我觉得中等偏上 你会有那种压力说 社会让你改变 会有吗 就每个人都不会对自己留一些妥协 因为我觉得妥协是一种成长 就是是一种包容 或者是说与大家和平共处一种方式 所以我觉得妥协肯定是 未来必须要做两路 只是说在不同的时间 接近妥协成功不一样 对 对 by bwd6